据路透社消息 荷兰政府当地时间四日全程 欧盟必须对中国有关 加者相关物质实施的出口管制作出回应 据路透社报道 荷兰外交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声称 中方出口管制将对欧洲和荷兰经济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 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实施 何方还表示 鉴于欧盟在贸易政策方面的权威 就这些措施对华交涉主要取决于欧盟 报道提到 社面还称 荷兰外交大臣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欧盟成员国保持密切联系 在7月4日外交部立会上 有记者就商务部海关总署在7月3日 在官网发布的关于加者相关物质实施的出口管制的公告提问 相关公告是否是针对半导体设备出口限制的反制 是否会影响供应链的稳定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 中国商务部已经发布了公告 你可以查阅 我想说的是 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电的安全稳定 始终执行公正合理非歧视的出口管制措施 中国政府依法对相关物质实施出口管制 是国际的通行做法 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 针对近日荷兰宣布将部分光刻机等半导体相关产品 纳入出口管制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7月1日回应称 近几个月以来 中和双方就半导体出口管制问题 开展了多层级多频次的沟通磋商 但何妨最终仍将相关半导体设备列管 中方对此表示不满 近年来 美国为维护自身全球霸权 不断犯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甚至不惜牺牲盟友利益 胁迫拉拢其他国家对中国实施半导体打压为独 人为推动产业脱钩锻炼 严重损害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何妨应从维护国际经贸规则 及中和经贸合作大局出发 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 避免有关措施阻碍两国半导体行业 正常合作和发展 不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切实维护中和企业和双方共同利益 维护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